年輕人 照理說 猜拳的過程中 雙方贏的機率是一樣的 那 如果你這麼想的話 就太天真了 接下來各位 你要看墨進哥的影片的話 就可能會大幅挺高以後 你猜拳 贏的機率啦 看到賺到 八大財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我就是要霸王硬上弓你 这么一样 今天这首部的由来有两种说法 这种说法是源自于中国汉澡的首饰令 或叫做 划拳 这不是我念错音啊 这个呢是国代发音就叫做划拳 那这个划拳呢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划久拳啊 在明代著作 武杂祖宗啊 就有记载 原文是这样子的 或汉主讲 相演即 为首饰令 其法 以首长为虎音 指节为松根 大指为敦痴 哦学到一个特殊字啊 在念痴 十指为枸杞 中指为玉柱 无名指为浅球 小指为骑兵 晚为山落 五指为奇峰 讲到这边 后汉主讲的收饰令啊 还真是有够麻烦的 总共啊 有九种收饰 分别代表九种不同的东西 真的是太麻烦了 另外本名代著作 六眼斋笔记中呢 也有关于花拳的记载 原文如下 不想念了 虽然也是属于猜拳 但首饰令明显不同 可能后来经过改良 省略了一二三四根手指的手势 于十七时节 首饰令作为英九世的玩乐 传入日本九州 后来再传入日本本土 当时称之为 我当时不会念罢了 这一件转意过来的话呢 就叫做三方僵子拳 开始有这种三方相克的拳法的产生 后来 在日本就延伸出来很多不同的玩法 像是虫拳啦 这虫啊有三虫 另外还有胡拳 狐狸村长跟猎人 都采用这种三方相克的概念 到了明治时期 尖刀石头布 在日本广为流传 由于日本 有美之间各国的来往 非常的频繁 也就顺势将这个游戏 推广到全世界了 加上它能够用来解决 生活中的各种小针端 尖刀石头布 迅速在这一刻里传播开来 要说当今最普及的游戏 不是西洋机 也不是扑克牌 而是尖刀石头布啦 那正因为是尖刀石一时 因为日本的关系 使得这个游戏广为流传 当时的欧美列强 都称这为日本游戏 于是 有了另外一种说法 说是 剪刀石头布 是发源自日本啊 但由于 剪刀石头布 又不是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 也不是影响世界的重大发明 就只是一个街头巷尾的 额头游戏 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 所以至今 剪刀石头布是谁发明的 仍没有一个定论 相信以后 也不会有定论 那么有结论东西就不多说了 讲一些其他有趣的吧 照理说 猜拳的过程中 对手出什么的几率是 枕刀三分之一 石头布三分之一 布三分之一 这是一个随机的游戏 双方赢的几率是一样的 那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就太天真了 其实是胜负的背后 有 科学根据啊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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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接下来 各位 你有看墨金哥的影片的话 就可能会大幅提高以后 你猜拳 赢的几率啦 看到赚到 发大材料 除非猜拳的对象是一台电脑 否则啊 只要对手是人 就会发出到完全的随机 也正意味着 人在猜拳的时候呢 在不经意的情况下 就会受到主观意识的影响 这就给了研究人员一个方向 试图发现人的弱点 找出 其身的划则 中国的浙江大学 以及浙江工商大学 以及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就发表了一份 关于剪刀手朵部的研究报告 他们找了360名的受试者 并且分成6组 每组60人 然后随机配对6个人为1个小组 每个小组又分为3队进行300轮的猜拳 为了避免其他外在因素的干扰 全程禁止交谈 而且都在电脑上面进行 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指出 一般会输的人 这一轮猜出了 下一轮就会习惯出 能打败这一轮的出手 而赢的人 下一轮就不要再使用同样的出手 也就是说 这一轮出剪刀赢了 那下一轮就不要再出剪刀了 应该出布 因为对手下一轮很可能会出石头 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人家在布经济当中 有这样的潜意识 下次各位猜拳的时候 不妨留意一下 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症状 所以如果对手第一次出剪刀赢了 下一次他出布的几率 可能会大一些些 那另外也有科学家说 玩这种剪刀赢布 有一种拳法是胜率稍微高一些的 但是这种拳法有分对象 打魔王要出了一种拳法 打一般我们这种小怪 要出另外一种拳法 我们先来讲打一般人怎么输 美国的新科学杂志里面 这篇文章里面讲到了 有科学家发现 玩游戏时 人们最常出的第一招 是石头 也因此 在他们一般时猜拳 要赢的话呢 先出布 胜率可能会高一点 但是如果你去打魔王 跟那种很常PK剪刀手布的人 比输赢的时候呢 那你就要出另外一种拳法了 因为他们也知道 你知道要如何打赢一般人了 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你第一招 可能会出布了 所以 到了这种等级的时候呢 你必须先出 剪刀 也不是说必须啦 只是说你出剪刀 可能会有一个出其自身的效果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 剪刀手布本来就是属于 这种差于饭后的消遣鱼了 就是一个小游戏 但是 英国人却把剪刀手布 带到了一个 更高的新境界 我们现在讲的东西非常厉害了 在1842年的时候 伦敦通过了一项法律 明顶 两名绅士 同意是用剪刀手布 来解决分针的时候呢 猜拳的结果 将会是有 约束力的合约 也就是 双方如果用猜拳决定事情的输赢 或者是一个事情该如何进行 那么事后啊 如果双方有一方不服 是可以诉诸法律仲裁的 那后来啊 英国更成立了这个 剪刀石头部的俱乐部 那由于欧洲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啊 1918年 剪刀石头部俱乐部 将总部 迁到加拿大 各位有总部的哦 之后啊 更在1935年的时候呢 更名为 世界剪刀石头部协会 更夸张的是 他们于2002年 举办了 第一次 国际世界剪刀石头部冠军赛 哈哈太狂了 你没听错 剪刀石头部世界级比赛啊 之后呢 更是在每年的11月 于多伦多举办 规则是才三战两勝日 每一轮需要赢对手三次 先赢得两勝的一方呢 就会获胜 冠军可以拿到 1万块加币 差不多是 22多万台币啊 如果各位觉得 真正讲究不过吸引人的话呢 2006年成立的 美国剪刀石头部联盟啊 也有举办当地的比赛 最终的优胜者 可以拿到 5万美金 差不多是 新台币 140万 哎哟 可以买一台不错的进口车了呢 不过 如果你现在才想要加入的话呢 已经有点太迟了 因为2014年的时候呢 美国联盟因为不堪亏损 解散 而世界剪刀石头部协会 要处于这个停滞的状态 这难道是因为 他们没有人身家比赛吗 不是 是因为获学的比赛 场场超过500人以上参加 而举办这种大型活动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武力 场地的费用 还有员工的费用 绕成组织不堪负荷 虽然厂商都喜欢赞助这些大型活动 但仍是杯水车薪 相当的可惜 总之希望为了这个协会 可以有更多的经费 能够将这个活动 赛事啊 继续给它进行下去 那更有趣的个人知识来了 那刚刚不是有讲到 那个欧美有那种 剪刀石头部协会吗 或是什么俱乐部的吗 那更进一步研究里面的比赛 我发现啊 男性猜拳时啊 最常出的 竟然是这一个 你们这是哪一个吗 来我想看看有多少人很聪明猜的啊 5秒钟的时间思考在留言开始 男人出拳时 最常出的 就是石头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男人们最常出来是石头吗 哼哼 再更进一步发现 这是因为 那个什么 蛋蛋同的影响 不好念 念出来可能被斑掉 男性啊 天生就是一种攻击性 比较强的动物 你们发现 出具侵略别人 或出来守护家园的 基本上是以男性居多 虽然说男性本来就比较强壮 应该担当这些责任 但是不觉得为什么偏偏是男性吗 那其中我们体验的各个荷尔蒙 各个内分泌 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其中一种影响呢 就是让男性出拳时 更常出石头 因为啊 拳头 石头啊 最具攻击性 让我们想要 打败敌人时 就想出拳 那尤其是当对方是男性 而且是在生气的情况下 玩猜拳时 他更常出石头 所以啊 下次遇到恼秀男人 要跟他猜拳时 出步就对了 哈哈哈 然后他越输 他越想赢 越生气 所以越常出石头 所以越要出步 打赢他 哈哈哈 随便他猜拳 猜不赢你 再直接石头 砍到你头上去 剪刀 可能女人们 都很想把那个男生的剪掉吧 哈哈哈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边了 是不是光有一个剪刀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 让各位打开眼睛啊 没错 看木槿的影片 订阅木槿的频道 就是这么一件美好的事情 记得订阅完 打开铃铛啊 这样下期视频才能通知 我录下视频 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 拜拜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by bwd6